把它搓揉均勻 粉紅色麵糰賣力搓揉 再用擀麵杖把皮推到極限 模型用力壓轉 超Q粉紅水餃就出爐 把它這樣子慢慢的折上來 一顆顆金色燒賣送進烤箱 看到這大家口水先擦一下 因為這次試吃緣是它啦 吃飯啦 寵物年菜業者放飯時間 今年首度推出九品寵物年菜便當 限量販售100盒 開賣才3天 銷量就打4成 我在過節 那我的狗跟我一樣 它也是我的家人 那我們就一起過節 但是我要買一個寵物 它專用的食材 另一間寵物咖啡廳 準備的年菜也很澎湃 你看像這樣是九宫格的便當 而且接下來剛好是兔年 他們也準備了很應景的小掛包 超萌博美狗狗 兔子掛包吃得滿足 三寶咖啡廳這一整桌精緻寵物菜 鹿翼醉雞卷不加酒 由去骨雞腿肉加枸杞製成 旁邊這碗佛跳牆 香菇鞍唇蛋白木耳等都有 狗狗貓咪都能吃 人類在做的年菜 可能在鹽巴調味 或者是油量上面 沒有去做太多的控制 貓小孩一餐熱量 噎者說狗狗一餐 要攝取60%到70%蛋白質和肉 貓則是80%到90% 其餘是蔬菜和澱粉 每餐都得均衡 差不多烤大概10到15分鐘 整隻鞍唇放入烤箱 烤到金黃 再搭配超萌牛肉泥 做成的汪心仁餅乾 可以稍微這樣敲一下 派特福德寵物食品 今年在推寵物年菜組 還有牛絞肉包裹的水煮蛋 三色元寶飯糰等 每年千份都賣光 人在圍爐的時候 狗狗就在那邊看 那不是很可憐嗎 OK 所以就會給他們 其實像這一組的年菜 可以分好幾天來吃 環景新年 人要年菜 毛孩過節料理 也比澎湃 TB的新聞 王翔張惠賢 台報道 想擴大國際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 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 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